我们继续来看到 不过在南台湾的部分 好像看得出来 有一些明星思辨的状况 就是绿营这边的本命区 好像票仓有一些动摇 那为了要阻止南票北捕 蓝营现在这边也要来出大招 我们来先看到的是 柯文哲呢 在这个礼拜六的时候 在台南的首场造势 看到了这个下面这都是人 密密麻麻都是人 万人挤爆的空拍画面就曝光 那我看到这个秘书长徐甫呢 他还在脸书上面说 太离谱了 党内人士就说啊 首场的大造势 又是在南台湾在台南 这么多自发性参与的民众前来 党内确实感觉到了士气大震 那不只是柯文哲看到后遗呢 这个连日来哦 包括都在往南台湾进行陆战嘛 陆战跟空战 那在猛攻民进党的贪腐 或许真的也打到了台南市民 他们的心 好纷纷来力挺 而且呢他还说 台南好像有律 听说啦律到出之 好像也没贏嘛 也不是真的啊 看到这么多人在挺他 谢龙介就说啦 侯康佩在台南设下的得票目标 希望可以跟赖萧佩差距 控制在10%之内 好要立足赖萧佩的这个南票北部 那可是 台南呢就是赖清德的这个本命区 所以呢他在今天要重兵回房 好到他的这个台南的地方去 但是大家也知道过去了台南的一些相关的弊案传出来 让大家非常的失望 好基层呢在炮轰台南黑金 当时哦在1月份的时候赖清德呢 不是他到全台去这个开奖吗 好那他就还发飙了怒吼说 市长站起来 黄伟德当时还有一点点错愕 包括说市长啊 他点名了立委 议员统统站起来 向这个市民 向选民一举功道歉 那大家真的会买单吗 看到网友呢 认为说民进党跟贪腐的标签始终是拉不开的 另外民进党自己南部的辅选干部讲到说 赖清德的票能不能够南票北捕 好或许呢可以观察一个重点哦 就是大量的北漂族有没有返乡来投票 这个会是一大重点 那投票日当天1月13号的高铁票已经开卖了嘛 但是现在看得到票是还有剩的 或许对民进党来说也是一大的警讯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在两次的大选来看哦 在台南这边的得票的状况 2020上一次的总统大选好蔡英文这边拿到了78.6万票 韩国瑜呢在台南这里拿到33.9万票 这个票差有一倍以上 不过呢好这个2022年的九合一大选市长选举的时候 黄伟哲是拿到了43.3万票 好那谢龙界呢是38.7万票这个得票率只有差了5.2% 好可以说是赢这个输的也非常的问心无愧啦 好真的也是没有差多少了 那我们看到媒体人罗旺哲呢他说赖清德现在最大的危机呢 就是在他的本命区台南了 侯康呢前几天前几个礼拜到台南呢 这个现场这个盛况是过去从来没有看过的 过去几年来好像没有看过这样的情况 蓝英的这个候选人来这里有这么多人支持 那他说就代表着民心松动了 好我们来请教一下斗哥 现在看到了其实刚刚看到不管是柯P啊 不管是侯友宜到台南去都受到非常热烈的支持 那首先这个原因呢大概是为什么还有的就是 赖清德现在是不是很紧张哦 他的本命区出现一些松动的状况 就是跟他们台南这个陆续的弊案有关吗 先跟大家报告哈 为什么大家会这么焦虑 希望去台南多拉一些票啦 其实我们从2021年四大公投的结果就知道 北台湾几乎公投都是有过都是有赢的 结果在南部反而票数是大败的 造成刚刚所谓的所谓的南票北部这样的状况 那这样的状况就导致公投的结果全面翻盘 那所以为什么要去积极的争取中南部这一块铁板哦 是因为我们也都看到了在这里有很多的民心思变 很多希望翻转的状况 柯文哲以前都被大家笑说 他只有空军他没有陆军 哎可是这一次叫出来了 叫出来的这些人 我看一下空拍图 看一下这个现场的状况 大部分也是年轻人 年轻人的支持 那我们侯康佩在台南进行造势的时候 那底下大概就是我们原先的支持者 大概40到65岁这样子的一个区间 支持者比较多 所以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希望 不管是年轻人或是我们的长辈 对于民进党在台南是已经 的无法无填是已经受不了了 要说谁最知道民进党做得好不好 我觉得指标是在台南啊 因为台南是民进党长期执政 而且赖清德做了好久好久的县市长 那你说台南人难道不清楚 赖清德这个尿性吗 他是多独裁 议会他可以好几天不进去 就跟议长干上 然后完全施政登革热是没有办法去 好好的把它处理掉 登革热大爆发 然后爆发了那么多的弊案 光电搞得一塌糊涂 88枪到现在子弟兵 在以前台南熟悉的这些议员议长 都有会选的状况 台南人你还受得了吗 所以你说现在就连柯P 都可以召唤出那么多的人 其实国民党这边要更有信心 你去看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跟大家报告 柯文哲的那个场次 他一边发柯文哲的那个浅蓝色的旗子 另外一边发什么 他发两种旗子 另外一边发国旗 所以你说台南人尤其是年轻人 要叫他们拿着国旗在那边挥舞 这在台南过去是没有看到的事情 可是柯文哲把这些爱中华民国 把这些受购民进党的人给召唤出来了 柯文哲还是有他厉害的地方 但是这些年轻人可不可以去说服 可不可以让他们勇敢的挺中华民国一次 让他们勇敢的做出正确的决定 觉得说谁还是真的可以下架民进党的人 我觉得大家都受够了 受不了了 现在台南还是民进党在执政 做得那么烂 做得那么差 还是很多的人 还是舔 还是觉得说 给民进党继续做 长期执政 那是因为盘根错节的利益全部绑在台南市 可是你说这些长辈 这些学生 这些年轻人 有没有从中雨露均沾 没有嘛 所以才站出来怒吼嘛 那你如果政党不轮替 你继续苦哈哈 对谁有好处 就是民进党继续脑满肠肥 民进党继续在地方 用大量的资源灌输庞大的利益 最后导致在地方也无法反转 这不是台南人民想要看到的结果嘛 也不是国民党想要看到的结果嘛 那如果国民党想要认真的去拓这里的选票 你要去知道 在课问者的场次里面 还是很多人愿意挺身而出 拿出中华民国的国旗在那边挥舞 是让人感动的嘛 所以这些票有没有可能松动 为了中华民国的好 为了我们下一代不要有 什么兵凶战危这些危机 是不是有可能出来挺国民党 改挺国民党 我觉得是非常有可能 很有希望而且期待的 所以真的 如果我们在北台湾已经有一定的差距 而且说实在 赵超康副总统候选人说 北台湾基本上是由他来负责嘛 那侯友宜有他南部的快靠 有他南部的见识跟阅历跟他的人脉在 我觉得嘉义台南高雄云林这些地方 这个剩一个月就应该要专心去抓 尤其是柯文哲的这些选民 能捞多少是多少 你从里面捞出5%来 现在所有的民调跟我们大家报告 只差3%的误差范围 如果可以抓出5% 国民党非常有可能胜利 非常有可能翻转 所以斗哥的意思是说呢 现在这个蓝绿误差在3%之内 那如果可以捞到柯文哲他的支持的 5%就好 不过你刚刚讲到这个柯文哲他的造势场 居然呢一面是发他们的小旗子 蓝绿色那种KP的小旗子嘛 他们民众当小旗子 另外一边还这个发国旗哦 基本上大家都拿两个旗子在那边挥 我觉得是蛮好看的 对…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由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确行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